当市处菜池仔里面有一间传统的古兵店 已经开业了40多年 老家乃兴兵从17岁欧西亚就开始做蒜头餅 自己开店后都采用在地的蒜头做官了 并听太太但受估计的建议 不要在餅里面沉水增加蒜头的方便 提供最知识料的古兵给消费者 当市处菜池仔里面一间传统的古兵店 对民国68年开店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 老家乃兴兴兵从17岁欧西亚开始 就要做大扁以及蒜头餅为主 我民国68年开店 开店算是做大扁 还有做蒜头餅 蒜头餅我都做无纸的 都做批发的 头上在做大扁生意很好 就是求他大多人来 四季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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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当时在做大扁生意 一国的都做三四千公斤 以前的拜都在晚上都拜了不再拜 一禮拜早台北都要早上三月 都要帶到台虎、祖母、供給人 都在那裡 剛開店的年代 台灣也有很多人家裡有貴室 就來做大名 但是雖然時代的改變 傳統國賓的行李是越來越壞 所以郭真明聽太太的擔心幾個建議 來跟他用蒜頭名 用真摘實料抓到人家的位 我跟我們老闆說 我們既然要做得特色出來 就是完料還要實在 都要做 像蒜頭表我們就不要去泡水 就是直接讓蒜頭敲起來 現在口味特別比人辦人更好 新娘表我們要做新娘表 我們也要做人材實料 我們的生理 人家要賣才會去盛到我們 不可以用的時間 像說蒜頭頭是藍酒 頭是蒜頭藍酒 所以要來我們太太跟我說 我們一旦要做蒜頭 既然蒜頭藍不夠 不要漏水 我現在聽我們太太的話 我說好 直接吃一口 農種藍蒜頭 我們不要 都沒有吃水 像那些都是蒜頭的 蒜頭是董事廚的地產 我們前面的原料是都來自在地 因為董事廚的蒜頭是香又更欠 人家吃了都很下口味 蒜頭藍是我們明河中的 特色的口味 開始是我們董事廚的名字 那你吃他的蒜頭藍那幾年 前他開始做法 就吃他的名字 對不對 十多年了 就他以前開始在做 回來做三個月的時候 就開始在車 順功順安當事室的蒜頭 雖然傳統隔壁 在現在是比較沒時間 但是結合在地農產品的好主意 只要精采的食料顧客也會加以 記者 蔡蔡永報道